歡迎收看美國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據美國農業部的最新數據顯示 三餐不計的美國人數目 仍然處於歷史高峰 情況就顯示出 雖然經濟有所改善 但是並非為及每一個人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 巴拉窩納的報導 在於華盛頓附近的慈善機構 聯合西斯塔斯食品庫 今天有新鮮的西瓜 幾年來 越來越多的家庭來到這裏求助 創始人維西塔麥金利說 好像2009年的經濟衰退還未結束 隨著經濟衰退加劇 失業率曾經急劇上升 美國農業部最新數據顯示 越來越多人隨著經濟衰退的來臨 而三餐不計 雖然有些人已經找到工作 但是這個數字仍然保持在歷史高位 戴維斯是一名幫助兒童 戒讀的幼兒教師 他到聯合西斯塔斯來工作 是因為他的身水無法養家 近年來 糧食價格連年攀升 公司的帳幅未能跟上腳步 薩拉奧森是一名廚師 但是他說 自己亦有入不敷出的時候 好多食物銀行提供健康新鮮的水果 蔬菜和肉類 位于华盛顿的首都地区食物银行负责人 南希罗曼说 当没有这些食品供应的时候 受助者必须用一些没有营养的廉价食物充饥 罗曼希望通过帮助公众改善善食 可以帮助对抗糖尿病和心脏病 联合西斯塔斯磁禅机构的麦金利非常乐意 将有营养的食物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但是同时他表示 提到需要帮助的人这么多 他非常心痛 我们应该是超级国家 超级力量 我们应该是最富贵的国家 外面的人看着我们 有兴趣的车子和大房子 为什么我们在街上有饿的人 他说虽然他帮助了很多家庭 但是仍然有更多的人有待援助 记者巴拉干纳 华盛顿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水果产业正遭受来自亚洲的细菌所威胁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普提琪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橙龙正在焚烧被叫做木塞的中式的虫所破坏的橙树 这是一种生长在亚洲的虫 攜带了中国人所称的黄龙病 这种虫以橙树的叶为粮食 它们攜带细菌阻塞橙树的毛细血管 使得这些树木慢慢窒息而沽死 生病的橙树结出的果实很小 果实很快掉落 最后树木死亡 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找到解决办法 火龙埃利斯亨特感到非常沮丧 更坏的情况是 仅次于巴西的佛罗里达州90亿美元的橙种植业 在抵抗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时候 还要面对国内销售下跌的问题 因为美国消费者对糖和碳水化学物越来越反感 能够找到解决这种虫害的方法 关系到这个行业75,000个工作崗位 在佛罗里达大学的金组研究与教学中心 部分世界顶尖的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 正尝试拯救现存的树木 培育能够抵抗这种细菌的新树种 并且使得这些虫无能力传播疾病 昆虫学家阿尔斯·顿佩尔茨·斯特林斯基说 这个难题使他感到困惑 佩尔茨·斯特林斯基说 找到洗渡木室不再攀带这种危险細菌的办法 可能需要长达五年的时间 植物学家目前正试图使用价值的办法 使用现存的树木生存 而果农尝试以喷洒农药和补充营养的方法 去控制树木的疾病 但是情况会使得支出更多 收入更少 记者普提琪的报道 记者 ༶� 计划